我国大学应届毕业生上个月前往中国大陆突然失联传出中国国台办表示 这名男子涉嫌诈骗依法调查当中 也让家属非常的担心跟透露儿子是被骗出国的 而陆委会也对陆方没有在第一时间通报调查资讯感到不满 身内俱下因为担忧了整整快一个月 这家儿子前往中国突然失联 中国国台办23号更表示他在中国涉嫌诈骗被拘留调查 原来失联的郭姓男子是位大学应届毕业生 疑似遭人蛇集团利用高额工资引诱到国外 家人越说越不舍哽咽啜啜 面对中国执法调查家属难掩无奈 只是中国拘留人一个月却无消无息 让陆委会相当不满 太久了 这一个月应该主动跟我们通报 不要让他的家属如此的焦急 一直到我们整体社会开始关注郭先生的动向 陆方才有所反应 我们表达遗憾也严重不满 根据了解家属已经带着新证据上周再次报案 警方以人口犯运罪数理侦查中 当时人家属之期判真相大白 人能平安返家 记得台北中午报道 突出带到 00短